在今天 寒流的影響在天亮之前 是強度達到最強 不過到了白天的時候 隨著冷空氣的強度略微的減弱 大家會感覺到白天陽光照下來 就不像昨天那麼的寒冷 那我們就來看看幾個觀測資料了 第一個 先看最冷的地方 天亮之前最冷的平地側站 就在淡水了 淡水的溫度只有7.2度 而在台北市的溫度 也只有維持在10度 不過到了白天的時候 隨著陽光的照射之下 南部地區最暖的地方就在高雄了 高雄中午的側站側道的溫度 是在24.4度 可是你如果到了2500公尺以上的高山 昨天晚上的天氣寒冷 尤其玉山北風側站3000多公尺 這溫度只有零下的6.4度 這可是在零度以下 所以玉山北風側站3858公尺 這麼高的地方 這溫度可是最冷的 今天晚上寒流強度減弱了 夜晚的溫度 在中部以北維持11度的低溫 所以今天晚上我們稱之為 強烈大陸冷氣團影響 明天白天 溫度明顯的再回升 接著好天氣持續有一個禮拜的時間 我們來看看衛星雲圖了 衛星雲圖上我們先來看 昨天的雲街的現象非常明顯 今天早上的雲街現象也明顯 因為最主要整個高壓系統 已經逐漸東移進入到浙江的位置了 而冷空氣的強度在今天晚上 依然是強不過 強度的部分跟昨天晚上相較 已經明顯的減弱中 今天晚上因為天氣晴了 所以夜晚會有輻射冷卻的作用 明天天亮之前 整個中部以北的低溫的部分 約在11度 而高氣壓預估在今天深夜的時候 就要進入到東海 明天高壓東移 風向變東風 白天的溫度跟今天相較之下 還可以上升大約3到4度呢 小丁寧給您個提醒 特別注意的兩件事情 第一個 夜晚的天氣寒冷 你穿著方面一定要特別注意到保暖 還有高山的路面 不只有結冰還有結霜的狀況 不管你是爬山或者行車 在山區活動的朋友 要小心